选战进入了最后倒数的阶段 而20号是投票前的最后假期 民进党现场候选人Glas也选择在这一天 在花莲市的自由广场举办了大型的造势活动 虽然天气不作美 不过也交不习支持者的热情 副总统赖金泽再次来到花莲站台 为Glas做最后的吹票 而前立委也是现任的驻美代表肖美琴 也透过了岳阳录影的方式 为Glas来加油打气 也为这场造势活动掀起了最高潮 全战进入最后阶段倒数 民进党现场参选人Glas选在这天 在花莲市自由广场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 将近有1500位的支持者涌入会场 为Glas加油 副总统赖金泽再次来为Glas站台 大声呼吁花莲要翻转 终结夫妻轮流局阵的乱象 今年在这场运动当中 我们完完全全展现出 跟过去不一样的勇气 你们都具备了光明的使命 所以正义之师一定可以打败邪恶 我们正义之师所到之处 乌云也绝对会不见 这场胜利只要我们坚持 只要我们团结以赴 一定属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花莲的父老乡亲的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跟他站在一起 大家说好不好 Glas希望这股挡不住的团结力量在一起 其中选票能够让花莲看到未来 感谢大家参与了这场运动 今年我们是一场勇敢的运动 大家都是运动员 大家在今年都成为了运动员 我们希望在这场运动里面 我们看见改变 因为花莲的改变 不是为了他们一家人改变 花莲的改变应该要是为了我们而改变 我们想要看见世代交替 是我们花莲的新世代 要成为我们经济的精英 政治的主力 我们不要看见是他们家里面的世代交替 先生做完太太做 太太做完先生做 而且可能孩子还要再做 一拖就是又一个八年 又一个十六年 远在美国驻美代表肖美琴 也透过岳阳录影 为古拉斯来加油催票 希望曾经支持肖美琴的乡亲 在11月26号投给古拉斯 各位乡亲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我是肖美琴 现在虽然距离很遥远 但是我一直很想念大家 也很关心花莲 现在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古拉斯 决定出来参选花莲县长 她明知道这将会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 但是我认识的古拉斯很勇敢 她对花莲也有很强烈的使命跟情感 希望大家不要让古拉斯孤单 她是一位有责任感 又认真专业的好伙伴 我相信她也会是一位好的县长 记者刘明胜花莲室采访报道